Hello YouTube 大家好 很久沒跟大家評測一下耳機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新上市 近來就大熱的一款真無線藍牙耳機 而且它個性是很獨特的 最重要就是它的性價比是超高的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一款派滿元烈全新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大家好,又是我奇畜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裡面 經常都會看到一個牌子的廣告 對了,就是它引起我的好奇 為什麼連這麼多NBA球星都會推介 這款真無線藍牙耳機呢? 而且最神經病的就是它真的很便宜 就好像這次寄給我作為評測的這款派滿元烈 只需要89元美金 即是大概港幣600多元就有了 起初我看到這個價錢的時候 當然我會懷疑它的音質和功能 不過經過今集介紹之後 我相信你們都可能跟我一樣有所改觀 不過當然,張森比己 不要拿幾千元的牌子和它雙提並論 但我可以這樣說 這個價錢可以買到這個產品 你真的會有所驚喜的 PIMERY UNIT是算PIMERY SLINE 和MINI之後最新的產品來的 它之所以稱為UNIT 就一定有它獨特之處 不如我們立即去看看我的開箱片段吧 這個性價比這麼高 這麼便宜的耳機 但其實你看到它的包裝 其實一點都不是很便宜的 其實這個價錢 去到這個好像很高檔的包裝 真的要看看裡面有什麼 而且這次它都給了這個 這個好像一個彈卷一樣 它說把充電器好像彈卷一樣 這個就是那個Skin 就是好像放進去做一個長子皮膚 放在充電器上 大大隻字都寫了它支援aptX的 裡面都有這個印花的 那真的一點都不像幾百元的packing 全部所有東西都是有這些燙花在 哇,還有這層的磨砂 但我老實說 真的不像我們去開幾百元的開箱的感覺 它真的好像別人開iPhone的感覺 這個就是兩個耳機了 先拿出一個耳機 這個就是它的耳機了 我現在這樣看 設計其實都挺漂亮的 首先就是這邊是一些橡膠 然後後面有一個應該是麥克風的位置 這裡也是 或者是收了一個環境聲 到這個充電器了 這個充電器在外面又真的挺膠的 很輕的,很膠的 但是可能真的要加那個皮膚上去 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 那這邊就是一個USB Type-C的充電位 好了,都看完這個了 它不止只有一個 原來是這樣的 這個第二個款 有三個的 這裡總共有三個這樣的皮膚、皮膚、腸脂 什麼都好,就放下去的 都很好摸 因為這裡大家可以看到嗎?有些反光的 嘩,你看看 是這樣的 而且後面是一些絨皮的感覺 還有這些是磁貼 即是貼在機身上 我覺得真是漂亮 還可以整天換 那我就應該在哪邊放哪邊 不要緊 放在這裡,我三個 然後就捲在這邊 好簡單的 然後就在這邊蓋下來 哦 真的像個彈卷一樣 沒有蓋的 所以我立刻按下去 這裡是軟軟軟的 那如果我放了一個耳機 就會很容易硬爛 會不會假的 放下去也挺方便的 蓋起來 它真的靠著磁鐵 就是這樣 它不是硬殼 會不會真的會弄爛的呢? 我不知道 不過 小心點用 試一下第二個皮膚 這次可惜了 倒上去 這個挺漂亮的 挺好的 有不同的替換 沒那麼悶嘛 平時 原來還有一個皮套的 放下去這裡 這樣就拉鍊 Paperwork 這個就講耳膠 S啦 S加啦 M啦 M加啦 L L加 這樣去吧 那就是總共有六個尺寸 都是沒有耳棉的 即是只有耳膠的 但要記住找自己合尺寸的 才可以聽到漂亮的聲音 最後就是這個Type-C的充電線 沒有了 就這麼多了 立刻充電 試一下音質 Pamu Unit 的充電艙的體積 就不算是很大 易於收藏 隨時在褲袋裡面 抽出來用 都非常方便 而且磁石 也能夠緊緊地扣著耳機 不輕易鬆脫 也不容易有移位 和充不到電的情況出現 它之所以稱為Unit 就是因為它有獨特的皮膚 這些Skin 就可以讓你換上去 外形也挺時尚的 而且購物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不同類型 隨機都會跟著三張皮膚 Skin 給你們選擇 而且黑色的皮膚Skin 就是必有的配置 我喜歡這隻黑色的顏色 所以我經常都會使用它 充電的時候 你會發覺跟平時的就不一樣了 因為耳機的位置 是會左右擺放調轉了 而這個設計 其實就是方便你 用右手拿起耳機 放在右耳上 這樣就好像我們平時握手的時候 交叉的原理 所以其實設計師真的有想過 大家看到的時候就不要太驚訝了 充電艙的下半部分 不要看只是平平無期 沒有什麼特別的樣子 但其實隱藏了四盞的LED電量指示燈 充電的時候 將耳機放回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電量的指示燈會亮起 一盞表示電量的25% 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 電池的續航能力也都很長的 能夠連續使用10小時聽歌的時間 充電盒也可以為耳機 是兩次完整的充電 所以總共的時間是可以使用30小時的 加上它有快速充電的功能 能夠充電5分鐘就可以使用1小時了 所以使用一整天都是沒問題的 另外它有無線充電座是可以選購的 這個USB-C的底座 在連接其他設備上都可以使用 不過記住,這是要領購的 說到耳機上面 它跟上一代的Slide和Mini 可謂一模一樣 上一代放進今次的充電座裡面 都是可以的 音質和上一代其實都差不多 耳機每一隻正寵是7.1g 相當之輕巧 在耳機身上有兩個Microphone 一個是通話的Microphone 另一個是收集外界環境抗噪聲的Microphone 它是可以採用雙Mic的被動抗噪系統 換句話說 它是沒有一個可以調教開啟 或者降噪的大小功能 但是抗噪的能力也是不錯的 在我測試的過程裡面 大約可以聽到3成的外界的聲音 7成的音樂左右 所以配戴的時候也非常舒服 而且也因為它是一個被抗噪系統 有部份人不會像 經常戴主動抗噪系統裡面 所帶來的長時間 因為要電波減低環境聲音 所造成的頭暈 或者不舒服的現象 所以這對部份人士來說 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耳機的頂端是採用圓形和橡膠的設計 加上它有6款的鵝彈形耳膠 能夠選擇深入耳道的Deep Ear設計耳膠 能夠緊貼耳朵位置 不容易鬆脫 加上它有IPX6的防水認證 所以很適合戶外人士或者跑步時使用 尤其是它對抗風的能力處理都十分之好 平時我們配戴或者跑步時 都不會造成一些風聲 令人感覺到發發聲不舒服的感覺 耳機的兩邊也有觸控功能 基本上兩邊也是點一下 播放音樂、暫停音樂、接通電話 點選兩下就可以拒絕接收來電 而左邊的耳機點選兩下就可以叫語音助理 右邊點選兩下就是下一首歌 左邊按住不放就是減低音量 相反右邊按住不放就是增加音量 觸控的反應在我評測的耳機上 就真的數一數二了 差不多沒有失五個 在連接方面它都是全自動的 行Bluetooth 5.0 沒有任何任何鍵就讓你做選擇了 但也挺方便的 只要你拿起的耳機 它就會自動開啟 而且是搜索配對的裝置 只要你在電話和電腦上輕按連接就可以了 自動鏈線的速度也非常快 幾乎是不需要等候的 鏈線範圍也可以多達10米的範圍之外 可用性也挺高的 而且耳機是可以獨立使用的 將另一隻耳機分享給其他朋友 也是沒問題的 如果像我這樣在辦公室使用的時候 我會戴上一隻耳機 因為另一隻耳機可以聽聽工作環境 不用被老闆罵也可以 但要注意的就是它只能夠一次連接一個設備 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在電腦上換上你的電話連接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關掉你的電腦藍牙 之後再在電話上連接照 這就是我覺得在使用上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講到大家最關心的音質上面 它在這個教位上已經可以講到是教足功課了 它是採用Codecam QCC303這個chips 據聞這個比其他牌子更加好 可以行aptX、SBC和ACC格式 音質上面都尚算乾淨和清晰 人聲我略嫌就靠後面 分音方面未見就真的很分明 所以未必適合聽一些古典之類的音樂 但整體上算是很舒服 低音方面都會感受到它很有力 但未必去到很強勁震撼的地方 但看戲就最適合了 在我經驗裏面 一定要配上適合的耳膠 才能夠達到它最佳的效果 這一點大家就要記住了 在延遲方面可以說是極少的 甚至乎察覺不到 所以我在手提電話裡面 是看Youtube或者劇集的時候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接收通話的聲音也是它的強項 它能夠抵消外界的聲音 能夠令到通話的時候 聲音就更加清澈 不如就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實測吧 現在來到旺角街頭的地方 試一下這個PyMood Unit 試一下在街邊收音 那麼吵雜環境之下 看看收音的效果是怎樣 這個也是通話的聲音 模擬它 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好啦 要說到我們最驚訝和最欣賞的一部份 就是因為它接收的聲音是很靈敏的 所以它在日常生活的語音辨識裡面 例如我用WhatsApp的時候的辨認率 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又看看我的測試吧 其實它的收音真的不錯 尤其是現在呢 在這麼吵雜的環境之下 我給大家感受一下 有多長 所以我就拚咪上去 但是它的收音呢 就真的挺好 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聲 如果在這裡做到一個語音變色 那證明這裡真的不錯 真的令我挺驚喜的 不如看看好不好 就算是在這麼吵雜的環境之下 它的語音變色也是不錯的 看見到嗎 100%中了 證明什麼 它的收音真的在這麼吵雜的環境 都不錯 這東西令我非常之驚喜 是不是很厲害 說真的我真的都被它嚇倒了 可以說在我測試這麼多的耳機之中 它是在語音變色裡面 最可用的一個 現在我所有的生活應用 又或者拍攝這集的廣告 我都是用它來做變色的 把電話放在桌上 自由地去說 真的很棒 你試過就知道 真的很難形容的感覺 以往在WhatsApp錄音的時候 那些朋友都聽不出我說什麼 但現在你用它來做錄音回應 對方也聽得很清楚 你現在在哪裡 我快到了 這樣就證明它在錄音的時候 就十分強大 甚至乎我用它是欣賞這個功能 多於研究去聽音樂 總括來說 與其說 我說它是一個音樂耳機 其實我反而覺得它是一個日常生活的耳機 在我使用這麼多藍牙耳機裡面 我最經常使用就是這個 因為它真的很實際 尤其是它的語音和通話功能 是我未體驗過 說到不足之處 就是它未能有開關的抗操功能 又或者聽取環境聲音的設備 如果有這一點就最好了 另外它沒有任何Apps可以使用 所以未能夠做到使用時候偵測電量 又或者一些軍行器Ecolizer 的功能 不過可能正正因為這樣才是它的特點 簡單直接拿出來就可以用了 最重要的當然是它的價錢 現在它好像賣的優惠價是89美元 相對港幣是600多元就有了 這一點就真的沒得輸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連結裡面做選購參考 不過大家都是要考慮清楚 雖然說便宜而已 但是理性消費很重要的 今集講到這裡 我是旗Jack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留意我的Instagram Instagram的專頁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和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